夏天到了6月正式进入芒果的收成期 吃腻的艾文芒果与土芒果的民众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新选择 具有艾文的甜度 金黄的口感 带有土芒果的香气 就是这个罕见的红楼芒果 由于红楼瘦粉并不容易 红楼芒果如果瘦粉不全就长不大变成小果 不过红楼芒果的小果甜度高可以达到20度 而长不大的芒果大约占8成 这种芒果的特色就是皮薄果河扁平 对于爱吃芒果的老涛来说 比艾文芒果的果肉更细致几乎没有纤维 大口咬定果肉的薄口感是最幸福的滋味 台东种植红楼芒果的农友并不多 主要因为栽培不容易 一株芒果大概可以长出200到300颗芒果 只有瘦粉完全的才有机会登大廊 这种芒果是从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稀有品种 因为不好照顾结果率很低 而且外皮较薄容易在运送时碰伤 也就是因为产量少相对抬高手果的单价 一台鸡市场价可以卖到50到60块钱 结合多种芒果的优点鱼医生 让不少消费者一吃就会深深的爱上它 东代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道